大家好 昨天视频出来以后 得到了很大的反响 好几个朋友给我写信 其中有四位就已经订了小提琴了 有两位因为他们的价格是比较接近 两位都是想要2000美金的小提琴 这两位朋友都是来自美国的 一位来自密西根 一位来自North Korea North Korea 密西根的这位朋友是马来西亚人 还有一位朋友 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 就是这位朋友 他来的一封很长的信 他说九哥 我看你视频看了很久了 也想资助了一点 但是拿少了也不好意思 拿多了我也舍不得 一直就没有资助 看到这个信息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也帮了你的忙 我也有一样你的东西 你都做纪念 他说我也不拿小提琴 他说我就准备1000美金 就买一个摆在家里看的 他说要跟我的家具要配 他还寄了几张家具的图给我 就说我要一个枣红色的 就是那个深红色的小提琴 跟我的家具就很配 他说这样我摆在家里 就说我有一个丹尼的小提琴 他说我就1000美金 这个朋友呢 他很有意思 他这个信也写得很长 他其中有一个内容 他这么讲的 他说我觉得你啊 做小提琴 讲小提琴呢 比讲政治要生动很多 要亲切很多 但是呢 他又提了一个非常政治的话题 他最后 他心里面提了个问 他说九哥 他说 你觉得资本主义好 还是社会主义好 因为这是一位大陆的朋友 他住了大陆 所以他呢 没有出过国 最后就问了一句 他说你讲句心里话 你是觉得美国好 还是中国好 社会主义好 还是资本主义好 那么这位朋友呢 因为他不是拿琴的 对不对 而且这个琴呢 那么今天呢 我只能准备两把 所以我准备的这两把琴呢 都是2000美金的小提琴 这是我的J系列 J Daniel Junior Junior Daniel 这个系列的小提琴 这一把呢 是棗红色的 这个琴挺好看的 这是一个新琴 这个是2009年制造的 棗红色 另外一把琴呢 是一个黄骨琴 这个琴呢 其实是一个新琴 但是看上去呢 像旧琴 它是故意做一个黄骨的 这种感觉的琴 是一块面的背板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小提琴呢 其实我就是告诉大家 有德就有实 世界上其实是没有完美的制度 没有完美的社会 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 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好处 就比如说最近啊 就是说这个又公私合营也好 怎么也好 就把很多大的这个公司啊 又社会国有 有这样的趋势啊 其实它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个一个国家 就是掌握命脉的这些工业啊 它必须要这个国家 要政府要掌握才行 我觉得公有制有它的好处啊 但是私有制有私有制的好处 所以说公有制跟私有制 它不可能就是说 完全就是说这个制度最好 那么有人说 这个挪威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因为挪威是像共产主义一样 这个挪威这个制度啊 就有点像这个民主社会主义啊 它这个制度又是民主制 可以选举人民有自己的权利 但是它的经济这个社会呢 又像社会主义一样 它的这个医疗啊 它的这个教育啊 这些重要的这些东西都是公有的啊 都没有这个私有 所以呢 在挪威是免费医疗 免费教育啊 但是呢 即使是挪威这样看上去 非常好的完美的制度 它也养了一大帮的懒人 一般大帮就是 坐着吃这个国家 吃这个社会 很多人也不干活啊 就是这个 所以呢 事实上世界上 没有一个完美的社会 我觉得这一次疫情啊 对我们人类最大的帮助 就是暴露了各种社会的弊端啊 说美国有美国的弊端 中国有中国的弊端 其实我觉得两个国家啊 互相甩锅 还不如互相学习 还不如互相就是说 取舱不短 找到自己的差距 从现在啊 就是说求共存 事实上 中国也没有能力消灭美国 美国也没有能力消灭中国 中美将来一定是要合作下去 要并存下去的 所以你甩锅也好 求赔偿也好 这个脱钩也好 随便你怎么讲 其实到了最后 大家都不得不在一条船上 继续生活下去 所以这一次的所有的政治家 我觉得他们的任务 是要找到自己制度的病端 找到对方的制度的优势 然后去学习对方的 这样两个社会才能进步 就像小贼琴一样 这两把小贼琴 一个是仿骨的 一个是枣红的 没有一把琴 它是完美的 它都有它的特色 你要要求 这一方面 你就要拾去那一方面 我现在拉给大家听一听 大家就知道 我讲是什么意思了 这一把仿骨琴 由于它仿骨的时候 这个是真正的仿骨琴 它是连材料都老化了 所以它拉起来已经像老琴的声音 非常的甜美 非常的柔美 非常的高贵 但是它就没有power 就没有力量 就没有那个 对吧 红四两子军 那种力量它就没有 对不对 那个心情 它就非常健康 非常有力量 它就缺少老琴的这种甜美 所以有德就有识 你不可能就找到一把 我想买一把完美的小贼琴 这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这一次有朋友讲到这个 说九哥 其实你应该回到小贼琴的这个工作 你坐到这里 才是真正的你自己 其实我何尝不愿意 这个我就不讲了 因为有 实在是有太多伤心的故事 我为什么就是说 离开小贼琴 这个已经五六年了 由于我这个前太太 她砸了我的所有的东西 把我的手都弄坏了 我实在是 每次我拿起小贼琴 我心就疼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请你原谅 我就不能回答你 OK 下面我把这两个琴呢 就是说拉一拉 请这两位客人选一选 大家也一起欣赏一下 OK 另外那两位客人 一个是需要一签的 一个是需要这个四签的 那两位朋友呢 我在下一个节目 在这个跟大家做视频 OK 谢谢大家 那么这个第一把 要向大家介绍的呢 是这把这个枣红的小贼琴 这把琴呢 是新琴 所以它非常的powerful 很有力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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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讲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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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这一把 那我听听下一把的声音 不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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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没有啊 大家注意一个特点没有 这两个琴的风格完全不同 九个拉琴的风格也变了 九个拉琴的风格 根据这个琴的不同而变化 这也就是说 你找个什么样的老婆 你的性格也会变 你住在什么样的国家 你的性格也会变 人是根据这个环境 人是根据这个环境 根据这个情况 会产生变化的 我们从拉琴 又讲出了另外一个生活的哲理 OK 谢谢大家 谢谢所有 向我们买琴的这些朋友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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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